好 时间来到了这个上午的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权指数目前呢是来到了14322点 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涨幅是来到了123点 那么今天的量也算是挺大的 可以看到说今天这个估量超过2000亿元 盘面上的观察我们电话线上 要请教到的是华冠投顾的范正宏分析师 老师早安 最近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 昨天老师在这个节目中 有提醒到我们要看一下说 在这个ISM公布的12月制造业的PMI 那么这一次呢可以看到说 这个制造业的景气衰退幅度加剧 所以企业的获利恐怕在进一步下修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令人担心 可是昨天晚上美股表现还不错 那么今天看到在量能呢 台股的量呢好像是有放大的哦 估量超过2000亿元 老师之前一直在追踪的这个 军工概念股 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了 对于说在新阶段大盘 还有说在这个族群的操作 以及续航力道 老师怎么观察 好 首先呢 我还是要先更正一下 基本上我 算是说是军工概念股啦 但基本上其实他们军工的一周占比 都还是不高的 大家都20%以下甚至10%以下 但可能除了汉翔的比重稍微高一点以外 其他建设上都蛮低的 建设上应该要证明啦 证明叫做飞机零组件啦 就是像这个风达科啊 或是说JPPKY 或是宝一这一类的 应该是叫做飞机零组件 那所以就是大家投资人也要知道自己是 到底是买什么题材啦 就是这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回来就是我们先聊聊 昨天美股数据的部分 那PMI数据呢 基本上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因为昨天预期是48.6 那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低于50叫 50是景气融合线 如果说数据出来低于50代表说 目前处在一个放缓的一个阶段 那所以目前呢 昨天数据公布出来是48.5 低于市场预期的48.6 其实这个其实是对市场来说 其实是要担心衰退的 就像刚刚思琳讲的一样 那但是呢 昨天另外还有公布的就是这个值缺数 反而是高于预期的 那其实这个数据要解读就是说 这个就位市场还是持续的强劲 那联准会可能不会太早见到降息 或者是甚至可能还要继续的升息 去压抑市场的需求 那其实这个两个数据这样去解读 建成都是比较偏向利空去解读的 但是市场是上涨 那到底为什么呢 那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 就感觉就是 之前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嘛 就是不要跟联准会作对 即便它是错的 但是现在市场呢 就是完全不甩联准会 它就是从目前的 明年的市场的预期来看 应该今年 2023年的预期来看 就是下半年 它就是预期联准会会降息 那这个状况呢 基本上在上次F1C过后 那个目标利率来到5.1% 可是问题是市场仍认为 今年最高只会升到5% 就可以看出来 市场基本上完全是不相信联准会的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数据管理公布的怎么样 反正我市场就是认为 你接下来就是要衰退了 就是要降息了 所以市场还是 走向一个比较偏向正向的反应 那当然 这个是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就是说 因为如果市场持续的强劲的话 等于说联准会接下来 等于说接下来的联准会的目标 他们的任务可能会更难以达成 因为他们希望是看到市场出现一个比较 可能比较疲弱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可以有效去达成 他们所谓降通膨或是降低需求的一个 这个目标 因为主要就是市场如果还是如此强劲的话 代表说大家还有资本利得 那大家还会消费 那如果大家会消费的话 那这个通膨就难以达成他们的降温的预期 因为其实上次F1C有提到 本来之前9月份的预期是3.1% 今年的通膨要降3.1% 可是上次12月已经上修到了3.5% 那是他们也是持续提到说 如果通膨没有见到明确的降温的话 符合他们预期的降温的话 他们是不会轻言提说要开始转为降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留意 要知道自己目前在什么位置上 那当然以短线来讲技术面 技术面我还是要强调 目前看法一样 就是12月20号的高点14451 没有站上以前 其实基本上短线都还是 应该说近期都还是处于一个 偏空震荡的格局 那毕竟目前是以轻线角度来讲的话 月线刚好今天是来到 月线目前的位置是在14385 其实也已经低于这个14451了 所以等于说 接下来盘上会遇到两个大的压力 一个是12月20号高点的一个关键点压力 跟这个月线的压力 但是下方呢 又有支撑又有季线支撑 这个我昨天也有提到 所以短线呢 可能在过年前都会持续走这种 偏空震荡 就是在属于一个弱势的状况下去 做一个很像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说这个期间呢 或许各股还是相对有机会 去进行各股轮动 其他的发现说 其实真的还满 轮动的满快的 像这个昨天中兴电 这个连续两天大涨 昨天上一线 但是今天 似乎是有稍微跌破 昨天大量低点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头正可以留意啦 如果说昨天的低点 被收盘收破的话 收盘前都没有站回的话 那等于说 昨天进场的大量 昨天那个量大概是 9万张 9万张的量 等于说都会短线进行一个套牢 一个动作 其实在技术面上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说像 昨天有涨停的像是滑城 今天的量也爆了很大 虽然说目前还没有 还是上涨1% 但是今天是有开高走低 那目前的估量看 我软体目前估量看 今天是有6万张 等于是昨天的不到两倍 但是也接近了啦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爆大量的状态下 可能大家稍微要留意一下 这个操作的一个状态 这一部位的控制的状态 那当然说在今天的 强势族群的部分呢 今天看到最强的是 收这个6000块利多的 这个电子商务族群 就是像是在富方煤 或者是说东升购物 或者是网加这一类 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6000块还没发 这个股价就是 就要先涨个十几二十% 这个可能大家 要留意一下这个效益 到底是不是能够实际的 贯注到这个营收上面 那另外大家应该也有 也有发现到啦 之前第一次说要 要发1万块的时候 那时候涨的是什么 还是涨的是饭店观光 可是这一波饭店观光 似乎是好像没有看到 他们有明显的爬上来啦 就是不像上次一样 反应这么热烈 所以我是还是评估是说 目前还是比较偏向 题材面去驱动这些个股 短线的题材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去做追加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停力的时机 那当然说短线可能会看到说 记忆体今天表现得比较整齐 那其实主要是昨天美光大涨 那昨天美光大涨原因 那其实也是因为 中国昨天有提到 就传出说 要放弃对于半导体的补贴 因为他们的财政的问题 或是一些 就是他们也有提到说 说之前补贴太多 导致会有一些所谓的 贪腐的一个情况发生 所以他们可能要取消 这个半导体的补贴 那等于说 中国半导体不补贴 就等于什么 他们的竞争力 跟国际抢势战能力就降低 那所以在美光这一块呢 其实就是受贿 等于说变相受贿 然后昨天出现大涨 不过我看美光的线图 也是刚好来到反压附近 所以大家可能留意一下 短线的题材激励 那是不是也是 就是真的就只是短线题材 那当然说整理来说 飞机零组件可以看到 就是说 昨天风达科 因为营收创新高 就是先来了一根涨停 那今天也有继续去做攻击 就今天目前的涨幅 也是来到5.8% 是有呈现一个延续性的一个状态 而且过了这个9月份的高点 那其他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持续关注 像汉翔 JBBKY 祝隆 或是说成田 这些的相关的飞机零组件的营收表现 是不是可以整个族群 一起去做一个攻击 就成为接下来可能过年前 这一段时间 有机会成为盘面上的 比较明显的 有基本面的主流族群 嗯 嗯 嗯